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说什么呢 关于我们这个股份支付的问题 关于股份支付啊 这话 所以最近这几年啊 咱们这个越来越多这个企业 那力争要上市融资 那么对于这股份支付这个问题 它越发的暴露出来各种各样的情况了 所以今天呢 咱们给大家讲一讲我们这股份支付 那这个内容 当然呢 咱们很多同学都是学过的 就这些年来说啊 咱们股份支付除了呢 是贴感新的内容之外 那就是咱们股份支付添那些新的一些内容之外 整体上 我们股份支付它基本的原理没什么变化 它不像啊 咱们有些内容 比如说咱们学的金融工具 学的收入 那咱们有的不同的学员呢 它学的就不太一样 有的是学了新的准则的 有的是原准则的 所以这样的话对咱们很多学员来说影响较大 这包括咱们说那个 比如说咱们政府补助啊 债务重组啊 这块就咱们前面第一部分给大家讲的 对吧 而股份支付呢 说除了增加增加了一些内容 补充了一些内容之外 原来内容基本是没变过的 但即使没变过内容 我们专业阶段综合阶段差异很大 那今天呢 就要大家通过啊 对相同内容 专业阶段综合阶段要求都不同 咱们对比分析一下 好吧 来吧 我们来继续我们的今天这个课程 那今天呢 还是咱们呢 第二个部分啊 咱们一起办到第二个部分 关于呢 我们这个专业阶段综合阶段有这个差异 所以呢 叫进阶理念的分析的这个问题 那进阶理念的分析 那那么今天咱们来讲的就是我们这个股份支付 它的基本的核算啊 基本的部分 有一些特殊的东西 或一些新的东西 这个呢 咱们到我们旧班 再给大家展开来讲 那这么一个 我们现在只说最基础的部分 那对于这股份支付啊 给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呢 特别是有些学员啊 在咱们当年考的时候还不太一样 比如说有同学 你可能是这个 比如说你是18年考的 17年考的 那个时候啊 这个股份支付这话啊 它这个在咱们的专业阶段考试当中啊 没败那么重要的角色感觉 偶尔也会出现一下 但大家使用没有把它做一个重点 而我们呢 到了19年之后呢 就1920这几年 那么我们的股份支付这话考的偏重要了 所以2021这几年一般讲课手 也会多讲很多内容 那这样一个 但是呢 这样的话就使得咱们很多学员 对股份支付的理解是有差异的 有同学呢 学股份支付 它更多呢 是把相关一些立即背一背 就够了 因为当时考试要求也可能就够了 那有同学呢 则侧重于 这个深入的理解判断了这块 所以导致有同学对待股份支付 因为只是背例题 不太好理解 对吧 那咱们稍微解释一下啊 因为它属于我们职工薪酬的范畴一般 那就像啊 我们给一个企业打工 对吧 那企业说你好好干 我给你发工资 那这是基础的东西 对吧 然后呢 发减金 那发奖金 那这个呢 就是一种激励了 但呢 咱们学过财管啊 战略啊 就会发现 这个企业立项安者 那么和企业之间是有呢 一定的立冲突的 对吧 就企业所有者和其他立项安者 那企业所有者 我是股东 那我当然希望呢 你们要的越少越好 都归我 那而且呢 比如说他管理者啊 甚至那企业的职工啊 那他希望自己要的多 自己要的多 那这样的话又有一个冲突 那有一冲突 那为了解决这个冲突 那于是出现了这个股份支付 这个内容 就是说呢 咱们把利益捆绑到一起 把利益捆绑到一起 咱们有共同利益 别搞那么大的冲突 那这样一个 那这样的话呢 不再是单纯的给工资给奖金这个问题了 开始给了什么 给工资的股份了 你说这我不好理解啊 这个东西 好了 你换个角度 你只要想 哎 他不是 给这个现金 给什么呢 给食物 那当然这个食物呢 又不是一个纯粹的某一项子 那咱们说什么 给一个企业的经营成果 那咱们以苹果为例 那说给一个苹果 那当然这个是指的成果 那这个成果 这个成果你可以拿 公司经营的成果 你也可以拿到分享到 很关键 但是呢 给这个苹果的时候 咱还用苹果来说吧 给这苹果的时候呢 有两种给法 那两种给法 那所以咱们分别来说一下 那分别来说一下 那一种呢 他还说什么呢 我并不是真的 要把这个成果给你 那并不是真的 把这个给你 我说什么呢 哎 这不一个苹果吗 这个东西 好了 我呢 给你什么呢 以这个苹果 它的价格为基础的现金 对吧 以这个为基础现金 那换句话说 如果这个苹果 这个苹果啊 说如果价格高了 那你拿到现金就多 这么一个 所以呢 这是第一种情况 那最终给付的 实际上是货币资金 对吧 使得它从苹果变为了现金 那这个我们称之为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那现金结算的 就是说呢 咱们挂的这个是羊头 卖的是狗肉 但他俩的关系什么呢 这个什么 羊头 价格越高 那么给的口头就越多 这一种对吧 所以它到底给多少现金 取决你这个苹果这个问题 对吧 取决你这个苹果 所以它从苹果一点点一点点变成现金的 这一种啊 现金的股份支付 另外一种呢 就是我约定好这个成果 对吧 我最后给付的满足条件啊 咱们现金也一样 现金的股份支付也一样 对吧 那这一样 说满足条件了 我给的也就是咱们约定好这个苹果 对吧 这么一个 那这种呢 就要全意结算的股份支付 那给的什么 就是我们约定好这个苹果 那有什么好处啊 那此苹果不同于比苹果了 对吧 当初那个苹果呢 当时画的 对吧 空中的 空中楼阁 但呢 这实在到你手里了 当时画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什么 处置了 处置了 那当初苹果便宜 当初苹果便宜 对吧 现在呢 这个苹果贵了 你转手卖的 就是你的收益啊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咱们所谓的股份支付 这个情况 股份支付情况 你不要老纠结这股份 对吧 你想的什么 简单说就是什么 啊 就一个苹果的问题 对吧 就苹果的问题 这好一点啊 这么一个 好了 那这问题就来了 其实这是讲一个什么 职工薪酬的问题啊 跟职工薪酬有关的这个问题 那那好了 咱们说这个东西该怎么来核算的问题 那那首先咱们来说 关于股份支付的劝计量的原则 先讲一下原则 对吧 那咱们说 首先第一种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对他的圈计量 对吧 你给这苹果啊 苹果一定有价值啊 对吧 那如果劝如果计量 那这分三种 分三种啊 就是第一种 我拿这个权益来换取的是职工 给我这个企业的服务 那咱们在企业角度对吧 那所以拿着权益换职工给我服务 第二种呢 则不是从职工那里的了 我拿这个权益股份 换取其他方给我的服务 这是第二种 那 但第三种呢 注意 就是特定情况下 对这个权益供应价值 无法考计量的时候怎么办 所以大家发现 其实呢 是说什么 一种有职工服务的 职工 这种服务的价值计量 一种是其他方的服务 其他方这个服务的价值计量 它会影响这个权益的价值 第三种是 特定供应价值 我考计量是怎么来办 那这咱们说 这个权益换股份支付 这个权益的价值 这个问题 那首先第一种 我们通过啊 给付职工权益 来换取职工服务 那么对于这一类的 它的则计量原则 那怎么来考虑这个金额啊 那这样的 那首先咱们说 如果啊 我们用这个权益 来换职工服务 对吧 那么已是股份支付 所授予的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 是一个权益工具 本身的供应价值 来计量它 我说我给你什么权益 就以他本身 供应价值来计量 这样一种 对吧 就是按我授予你底 我给你哪一个 就按哪一个 对吧 这么一个 因为当后面 你会发现 到集团下 给的权益工具 是不一样的 那这话 那不管是给哪一个 就按所授予权益工具 本身供应价值来计量 这一般情况 对吧 然后呢 原则上 说等待期 每次费表日 以可行权的权益工具数量 对吧 说可以行权的 就到时候人能拿走的 那部分权益工具数量 对他做估计 以他的最压估计数为基础 按照注意 按照这权益工具 在授予日的供应价值 授予日 就一开始我给你时候 它的供应价值 将当期所取得服务 既有自然成本 获得当期费用 同时系自扑基 中的其他自扑基 这样一个 所以呢 你看一方面呢 我们是把它做为什么 成本费用 一方面做权益 自扑基 其他自扑基 那这很关键啊 就相当于什么呢 我同意给你个苹果 对吧 那我今天答应给你个苹果了 今天答应给你苹果 你也同意了 对吧 那就以今天授予你的苹果 这一天的供应价值来计量 以后 我自己计价时 我的价值不变了 我价值不变了 即使这苹果市价在变 但是 我记账价值就不变了 那记账价值不变了 所以那以后 你的行权拿走了 那好了 这苹果价值涨上去了 你就赚了 就这么个意思 这么个意思 对吧 那么对于一种 说授以后立即可行权的 换与职工服务的权益工具 结算股份支付 说这个就是 我给你 你就可以要 马上就拿走的 所以这类的 只要我授予当日的 这权益工具供应价值 将取得服务 那就相关赞成本 和纳飞 同时进自民工具 股份一家了 因为这就不用等了 对吧 我给你 那么就可以拿 对吧 那咱们这价值就定死了 就这玩意了 对吧 只要你什么时候拿 无所谓了 跟上一个有等待期 还不一样啊 这么一个 那也是按授予日权益工具供应价值来做 这第一种 那第二种呢 不是换职工的了 是按其他方给的服务 对吧 那这类股份支付 它是劝积量的原则 那对于这一类的 是按照什么 其他方的服务 在取得日的供应价值 将取得服务 就相关赞成本 和费 这很有意思 不是按我 给付的权益的 那个价值了 是按照什么 其他方的服务 服务在取得供应价值 将服务 进入相关的赞成本 和费 也就是说 那你别管我给你什么 我想记载的是什么 我所取得服务 在取得日的供应价值 这服务值多钱 我来供应来计量这个服务 对吧 那就是计赞成本 那还是作为费用 那是我的事 反正我取得服务 这服务供应价值多少 我要充足于反应 我支付对价 无所谓 这么一个 因此咱们说了 因此咱们说了 说对于 对于企业职工以外的 其他方提供的服务 如果这个服务本身 能考计量的 优先采用的是 注意顺序啊 先采用是其他方 所提供服务 再取得日的供应价值 这服务 再取得日的供应价值 来考虑 有个优先顺序 那这时候我们不用考虑 我给付的权供应多少了 关键什么 人家给我的服务 这多少钱 我优先反应这个 对吧 这么一个 那么 就出来第二个问题了 说如果其他方服务 在供应价值 不能考计量怎么办 他用服务 但这个时候 我们来看了 说如果服务 供应价值不能考计量 但我本身给你的权益 供应价值能考计量的 那这个时候 我们按照什么 这个权益工具 在服务取得日 供应价值来计量 权益工具 在服务取得日 不是授予日 取得日供应价值 在每一个 那这是两种 那你会发现 甭管是哪一种 我们都要供应价值 那甭管哪一种 我们都要供应价值 那这一个 但有一个问题 拿不到供应价值怎么办 对吧 那就供应价值 无法考确定是怎么办 就关于全供应供应价值 无法考确定 那无论是第一种情况 还第二种情况的 那拿不到 那服务供应价值的 用全供应供应价值 全供应供应价值 拿不到怎么办 那这时候要注意 那这时候 咱们也得有个账务处理 于是呢 咱们说 那极少情况下 受益的全供应工具 供应价值本身 我要考计量的 那我们这个原则这样的 那么 我们实际上 就要以内在价值 来计量这个全供应工具 那就是 在获得服务的时点呢 后续的每次费表日啊 结算上 那都是以呢 它的内在价值 既然对全供应工具 而内价值发生变动的 要进入当期损移 那即当一损移 这样一个 那同时呢 我还得考虑一下 这个数量对吧 以最终可行权 或实义行权的 全供应数量为基础 确定服务的金额 那 去的服务金额 这么一个 那 那所以内在价值指什么 指的是 那咱们交易双方 我授予 你取得 对吧 那咱们是交易双方 对吧 那咱们交易双方 有些认购或取得 股份的供应价值 于按照股份支付协议 应当支付的价格的 这个差额 什么意思呢 是这样的 这样的 那比如说 我授予你一个全供应工具 对吧 但那不是 白白给的 你得拿钱 你得拿钱 这个 拿多钱呢 咱们定死 定死啊 说甭管什么时候 甭管什么时候 你要行权 那咱们说 4块5一股 4块5一股 那如果是呢 咱们说 那股份供应价值 市场上有 这股份本身 可能有这个市价 4块5 那你看 你市场买4块5 到我这行权4块5 行了 这个 收益这个行权的这个权利 没有价值 零 对吧 那市场上呢 说我这股票 在市场上 卖多钱呢 哎 卖 15块钱 你说你买 你买 就是什么 4块5 那这个差额 就是我受你的权益工具的价值 对吧 你有一个行权的 这个权利 这个权利值10块6毛 后来呢 变化了 变化了 变多少了 哎 变成了这个 改定变成18了 那这个呢 就实问明什么 这个行权的这个权利啊 这个权利价值又变了 因为你是4块5 可以买 那么市场上呢 变成多少 18了 哎 变成多少 13块5了 那么说明什么 权这个 咱们说 这个权利工具本身 价值变了 那这就指的是 内在价值 内在价值 那这找到一个价值的取得 价值取得 当然呢 咱们一般情况 在咱们考试当中 给的都是第一种 能拿到权利工具供用价值 那能拿到的 而且是什么呢 而且都是换职工的 那换其他方都少 都少啊 这块 那么这个呢 也希望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啊 这个 因为到咱们综合阶段 那其实对其他情况都会考虑进来了 都会考虑进来啊 那这是这个价值的问题啊 这块 那这说呢 这是内在价值 所以呢 咱们说 对于呢 这个权益结算股份之父 对吧 你得有个计量啊 这个计量那个权益啊 好了 那咱们说有三种情况 三类情况啊 这块 然后呢 咱们再说呀 现金结算股份之父 他要劝计量原则 那你现金结算给人多少钱 有个债务的问题了 对吧 那么在这里有两种 一个呢 等待期之后才能行权的 一个立即可行权的两种 那 那第一个 对吧 说如果是有等待期的 那么 企业要在等待期内 每次在费表日 然后咱们估计一下 可行权情况 以最佳估计为基础 然后算一下 企业所承担的负债的 固定价值 那注意啊 每个自然费表日 都算一下 我的负债固定价值 然后呢把当期的服务 那就相关的赞成本 或当期费用 同时进负债 这一个等待期 所以呢 等待期 每次在费表日都要算一下 这个负债的这个价值 对吧 然后呢 等到结算前 每次在费表日 和结算日 对负债公价存积粮 变动部分 进损价 那变动部分进损价 当然这进损价不太一样 那咱们后面会说 对吧 那还有一种呢 说我税后立即可行权的 现金层股份支付 那比如说 虚拟股票啊 业绩股票 这种股份支付 然后我税益就可以行权 对吧 税益就可以行权 然后你后面再行权的话 你可能不是当时行权啊 可能等一段时间 没关系 对吧 反正我先把它寄进来 那就按了授予日 不是等待期了啊 没等待期了 授予日 按照企业承担负债的 公价价值 来进入相关的 自然成本费用 同时进负债 那这样一个 然后这个也就等着了 他没有等待期了啊 人就等结算了 那么结算前 每次算费啊 日和前日对负债公价价值的 要重新计量的 差额 变动部分 进损价 这个前面都一样 那都一样 所以呢 咱们发现 你直接给一个苹果 和那说咱们给 以苹果为基础 给的现金 是不一样的 那 接给苹果 我用的就是什么 当初给你的 那个苹果的价值 那给苹果的价值 那 至于说以后 苹果价格变了 跟我没关系 对吧 那如果呢 是我直接给的 是以苹果为基础的 这个现金 那你就苹果价值变动 对我给现金 是有影响的 啊 就这么个意思啊 这样意思 那 那 就这么个意思了 就这么个意思了 就这么个意思了